球迷沸腾了,世锦赛半决赛重演,中国女排与意大利对全主力火拼 小编提醒,需要中文字幕的朋友请点击右下角打开字幕 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,多谢您点赞,欢迎您评论 如果让中国球迷评选里约奥运会之后,中国女排最难忘的比赛 肯定是2018年女排世锦赛半决赛,中国女排对意大利的那场比赛 那是一场火星撞地球的比赛,新生代的意大利女排最终3比2艰难战胜里约奥运会冠军中国女排 第五局打到16点14分 中国球迷说起这场比赛,其实还有一点不服 因为那场比赛我们的主攻守张常宁重伤出狱,并不在状态 球迷们都期待着在两队的下一场比赛中,中国女排能够一血前耻 本来,这样的一场比赛,可能出现在2019年的瑞士女排精英赛上 但两队都是派的二队出场,中国女排小组没有出现,两队竟擦肩而过 不过,大家都在江湖飘,低头不见抬头见,赛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,两队终于要再次碰面了 30日,中国女排与意大利女排都公布了香港站的参赛队员名单 让球迷们沸腾的比赛终于来了,中国女排与意大利女排派出的军事全主力阵容 中国女排完全使用的是世锦赛的十四人,朱婷,袁新月,张长宁,李莹莹,丁霞,丁霞,严妮,王孟杰西树出场,分毫不差 而意大利女排的十四人为,基因,埃格努,索罗凯特,主公,波赛蒂,皮特妮妮,维拉尼,赛拉,副公,齐里切拉,达内西,法尔,阿尔贝蒂,二船,奥罗,马里诺夫,自由人,德吉纳罗,帕洛基亚来 主力阵容与世锦赛相比,也是分毫不差 2019年的中国女排,战术更加灵活,状态更加,张长宁伤病痊愈,状态恢复 袁新月,李莹莹都有进步,朱婷更加成熟,让我们期待中国女排在香港站复仇成功 中国香港站的三场比赛时间是 6月4日晚上8点30分中国对日本 6月5日晚上8点30分中国对荷兰 6月6日晚上8点30分中国对意大利 场场精彩,敬请欣赏